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這個Google的小組雲端硬碟 您可以從這邊喔 因為是同一個任務裡面 您可以從這裡 也可以從剛剛您進到這邊之後 點中間 有沒有可以直接往下 好 這樣直接跳 下一個 那個教材也可以 來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 您有沒有發現 您現在進到學校的雲端硬碟之後 好像有多一個東西出來 您有注意過嗎 沒有 什麼 你們都不用再注意 這樣很危險 都有新功能會跑出來 對啊 那你一定會有點疑問啊 我的雲端硬碟就有了 為什麼還有一個小組雲端硬碟 這個一般的Gmail那種15G帳號 還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是只有企業版跟這種教育版的才有 那一般來講 大部分大家會分享資料 通常是不是都從我的雲端硬碟上直接分享 可是這樣有什麼缺點 第一個 會不會佔用你的空間 會嗎 第二個 萬一 人員有異動 比如說我們的小組人員有變 然後或者是說 有人誤刪檔案了 那怎麼辦 那就完了嘛 對吧 雖然是發雲端硬碟 但是那是他的檔案啊 他刪掉了 你也不能怎樣啊 那小組雲端硬碟這邊 其實就是跟我們平常 就好像學校行政 它會有分不同處事一樣 你今天可以來這邊 這裡 可以直接建一個 我們這個 比如說學務處 教務處 我專屬的 相關的表單 那就是由這邊來做 你看 點一下 好 比如說我這個 好啊 你要建立 那你建立之後呢 你可以 直接指定 哪些人有哪些權限可以使用 而且呢 進來之後還可以幫你們這個 設定一個背景圖片 你可以設定一個背景圖片 好 現在這裡有了一個 對不對 注列中 稍等一下下 好 有沒有發現後面背景不一樣 有了 好 那你可以 去改變 沒有關係 那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以新增成員 我就把 點一下 那因為我們是同一個網域的 所以呢 你只要打上你的姓名 他會自動幫你找一下同一個網域裡面有誰 有沒有 即使 各位不用擔心喔 即使這個人 可能是校外的 或者說就是 我們網域以外的 請問可不可以 可以 比如說我把這個 我一般用的區沒有加進來 那我 雖然我剛好提過 一般的帳號 目前沒有這個功能 你只要幫他加的時候 他也會有這個功能 就在我們左手邊 可以增加一個小組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 他的權限是什麼樣的權限 是完整的權限 也就是說呢 他可以上傳 也可以刪除 還是說他只能編輯 跟上傳 因為 不把刪除的這個權限拿出去 其實也是很重要啊 對不對 如果你怕說 有人不小心刪掉重要檔案的話 比如說 這是我們科試裡面 大家共用的表單 大家可以編輯 但是不要把它刪掉 對不對 那即使可以編輯 也不用擔心怎麼樣 有人改錯 因為我們剛剛也沒有歷史紀錄 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而且還可以看到是誰改的 哈哈 就可以很快抓出來說 到底是哪一個版本 然後是誰做錯了 我們的重點是 把它補救回來 補救回來就可以像這樣 看是只檢視還是只能註解 可以像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呢 你要不要傳眾訊息給他 都沒有關係 這僅是一個告知的動作而已 你只要把他帳號加進來 他就有了 就有這個帳號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 像這樣雲端定疊增加進去之後 有沒有 他會告訴你像這個是機構以外的 他問你要不要繼續 我們就繼續 這樣就OK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把你的資料分享在這裡 看起來還是雲端定疊 可是呢 因為這些 就是你們共同去怎麼樣 維護的 就不是說 有的人他分享一個 A分享一個 B分享一個 那這樣到時候檔案是不是散落為地 萬一有人不曉得把檔案散掉 是不是就很麻煩 或者他不共用了 哇 那你就沒車了 那這種方式 我們在管理檔案上就很方便 所以呢您從這個地方 這裡 這個電腦網路這邊 他有 主要其實就是老師教學上要 或行政上要 就有點像LINE的群組 對不對 現在大家應該都有用LINE群組 一個活動 一個 處事 可能就會有一個群組 大家互相討論 裡面需要什麼東西 那放檔案 就找這個小組名單一別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比較方便了 好 所以這個是目前這個小組雲端硬碟 大致上的使用方法 好 使用方法 所以您剛剛有看到了 有全線的編輯 對不對 而且不用擔心怎麼樣 可以誤刪 即使真的不小心管理者刪掉了 也可以請學校的網站管理者 協助附有 協助附有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我們的資料怎麼樣 可能就是真的會不小心會遺失 你看像多少人員有時候南美會有移動對不對 如果沒有交代清楚 他的帳號是不是大家都進不去了 會很麻煩 會很麻煩 所以這種就是需要共同管理的 就很方便 像您剛剛看到這個第八年這裡 他就可以還原 可以還原 所以我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有雲端 小組雲端一點 這樣的服務出來了 如果您可能是教學上 比如說共貝也好 大家就可以把資料都留在一起 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